2013年曼德拉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年里 人们逐渐发现 很多东西和不久之前 我们非常确信的记忆 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比如著名歌曲 《爱我中华》当中 唱的究竟是56个星座 还是56个民族 还有著名的雕塑思想者 到底是手托着下巴 还是手托着额头呢 86版西游记 究竟有没有增加美猴王这一集 大量的事件都出现了 集体记忆错乱现象 很多人说 集体记忆错乱 是因为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进行的粒子对冲实验 造成宇宙空间的坍塌导致的 还有猜想说 2013年之后出现的曼德拉效应 是因为2012年的世界末日 这是源于玛雅文明的一个说法 玛雅文明认为 人类的文明是周期性的 在此之前 地球已经经历了四次文明周期 而我们这次文明 是从公元前3114年8月11号开始的 然后到2012年12月21号就会结束 所以那一天是世界末日 2008年的时候 英国一个农场出现了一个卖天怪圈 这个图案人们经过解读 它代表的是 2012年12月21日 太阳和九大行星的星象图 但是其中 冥王星的位置绘制错误 和预计运行的位置相比 它偏移了30度 大家知道 冥王星绕行太阳一圈 是248年 偏移30度 就意味着 它比预计的时间快了21年 一周之后 这个麦田怪圈旁边 又出现了一颗新的星球 这个新出现的星球 研究者认为 就是传说当中 在40万年之前 创造了地球文明的 尼比鲁星球 所以两个图案结合起来 代表的意思是 尼比鲁星球将在 2012年12月21日 进入太阳系 它强大的吸引力 将会影响 冥王星的运转 麦田怪圈出现之后 很多人想通过 天体观测转件 查询一下 冥王星周围 究竟有没有出现 尼比鲁星球 但是非常凑巧的是 多个用来观测 天体的星空软件 都在冥王星旁边 打了黑色的阴影 天文学家究竟 想遮挡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坚信 尼比鲁星球 已经进入太阳系了 而且它竟然可以 把冥王星 拖拽这么大的角度 说明它的质量 是相当惊人的 甚至有可能 是一个小型的黑洞 根据对这个 麦田怪圈的解读 很多研究者认为 2012年 尼比鲁星球 将会进入太阳系 并对地球 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从而导致地球 再次爆发 类似于 史前大洪水一样的灾难 甚至有可能 用它强大的吸引力 吞噬掉整个地球 但是我们都知道 2012年 什么都没有发生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这事又和曼德拉效应 有什么关系呢 请点击关注 收听下集解析